我要聲明一下主席啊 這個執政委員不能夠對主席這樣子霸凌啊 這個主席啊 對你們有夠好嗎 讓你們一直講話一直講話一直講話 不要這樣子啦 我都讓大家暢所欲言啦齁 對我感浪費 我到其他委員會 民進黨的委員當招惡的時候 時間一大不給你多講十秒鐘 十秒不給多講 那個什麼蔡英語一直講一直講 一直講給他一直講都沒關係 這樣的主席還欺負他 好大家尊重發言的委員齁 我會讓你們講齁 好繼續問吧 你們現在就跟著左輪胎回聲令下 好啊這個米條 現在的光是有夠讚 不要去修 我們剛剛過去的十幾年 大家都認為要修啊 為什麼左輪胎說 現在有夠讚不要修了 因為 賴清德 想要到皇帝 把地方政府都裝作乞丐 跟他奔機啊 一般補助跟專案補助喔 台南是對英文啊 佔他的支出百分之六十八 我比較利用多喔齁 所以說你台北市啊 大家覺得看什麼統籌 這個分配稅款 這個資料都你們的 沒有緊張 就是你們不要分配 財政部大消炎 主席總統大消炎 我們的部分台北市一百一十三年度是九百二十二點四 你公布的案子沒有問題 你那個資料 你的資料怎麼來的 我問了 我問一下次長 次長 為什麼大小炎 因為計畫型的 我們這邊是沒有資料 但是如果是一般補助款 還有就是統籌分配稅款 目前分配最多的還是台北市 他就是一百一十四年的預算 是八百四十九億 他是六都裡面是最高的 但是 你不要講金融 我講比例啊 聽不懂 你金融他的 馬是大啊 他的支出大啊 台北市的支出大啊 基本上都按照公式分配 所以你什麼公式 統籌分配稅款的公式啊 有嗎 就是按照土地面積 請問有公式嗎 有啊 土地面積 那個不是公式啊 那只是原則啊 那是整個按照原則 還包括他計畫型 所以 才把我要分 要重新修嘛 你們 權力太大了 你們都把錢都抓到手上 其他的現實要簽 包括六都 都跟你們像其他一樣 跟你們要 這個不是民主常態啦